在新闻肺炎疫情下举行的马六甲州选 不断被炮轰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太严格和混乱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斥责选委会双重标准 过度严厉监督和对付在野党 但是他强调即便诸多限制为了人民的利益 西蒙依旧会尽全力应对 林冠英也借此抨击国盟和国阵 虽然共同执政中央却在假桌选举互相厮杀 如此争锋相对证明大马一家人的理念根本无法团结全民 选委会不断寄出各种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确保甲州选举不会成为新的防疫破口 不过警方一方面严格监视在野党的一举一动之际 执政党方面却是频频被指违反防疫规定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天为雪州行动党代表大会致此时 狠批选委会只准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林冠英炮轰委会在假州选举双重标准 因为执政党在没有遵守任何防疫标准作业程序的情况下 都没有被对付 反而是在野党只是穿着党服都有可能接获罚单 林冠英坦言 假州选举是一场硬仗 除了面对以往不曾出现的竞选限制 西蒙的竞选资金也绝对比不上执政的国盟和国阵 即便如此 西蒙依旧会全力迎战 争取重夺假州政权 林冠英也以国盟在假州选举硬碰国阵 套空首相都是李 Ismail Shabili的 大马一家人理念失败 无法团结人民 雪州行动党主席戈冰心也表示 西蒙和火箭必须引以为箭 只有加强和成员党合作团结一致 才能巩固州政权 并在下一届大选再次获得选民的委托 重新赢得中央政权入主布城 同时也需要坚持原则 尤其是拒绝政治青蛙 戈冰心也强调 必须尽快在国会通过反跳槽法 只有修改宪法才能真正杜绝政治青蛙 巴都空间林孝彤沙亚南报道 立案 好 好 好